改革國會的名號是當天進行反改革國會過程的政客 十年前太陽花,我十六歲,高一 我在立法院外靜坐 今天我看到在場有很多人生 甚至有跟我穿同一個學校的制服的學弟妹 穿著制服來到這邊 我像是看到十年前的事情 我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是難過 那說的是怎麼會十年後我還可以為了程序正義在這邊 讓學生們跟我們一起風吹日曬雨淋 可是一方面我又很開心 我開心的是,原來還有那麼多高中生、大學生 不願意被民眾黨搶走年輕人的標籤 不接受其他人的聲音代表自己 我想要跟有來現場的學生們說 你可能來自害怕談論政治的國民黨家庭 可能身在政治能改的成長環境 大人們可能會告訴你 學生就是容易被煽動 你被利用了,來打擊你的信心 讓你自我懷疑 試圖讓你檢討自己 我想要告訴那些大人 有沒有可能真正在檢討是你們兩天啊 有沒有可能,學生們之所以站在街頭 是因為連還在讀書的學生 都比你們這些糟糕的大人 還更能明辨是非 為什麼立法院跟總理科本交的不一樣 你們到處回答 謝謝所有站出來的學生 十年後想起這一段歷程 以為以自己為榮 我希望你們不會和我一樣 十年後還得為了同一件事情而站在這邊 謝謝大家